收到一台白色的iPhone 11,手机一直正常使用,但是出现的故障比较奇怪。 我们先看纸条,手机是苹果11,记住让我们更换原装电池。 手机是去年元月份买的,用了一年零五个月,电池健康就剩70%了。 记住说买的新手机刚开始正常,用了大半年之后,电池健康急剧下降,到后来下降的越来越快,显示维修。 按正常来说,iPhone 11的电池容量还是可以的,比较耐用的,用了一年左右就显示维修,这好像不太正常。 好的,我们看一下电池健康。 现在手机系统内部,电池健康显示维修,最大容量69%,手机使用所有功能正常,没有其他问题。 现在我们将手机连接爱思,可以看到爱思的数据又发生了变化,电池健康是23%。 苹果官方也在前一阵,发布了新的系统更新。 在更新ROS14.5之后,部分11的机型,由于电池健康不准确或显示维修,可以通过更新系统重新校重电池健康度。 我先把这台手机更新了系统,将系统更新完之后,将手机设置好,中途出现了恢复数据,时间比较长,我们耐心等待。 最后手机更新系统之后,进入系统,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的设置。 好的,这一次电池健康不会显示维修。 最大容量这四个字后面出现了新号,而且上面提示您的电池健康报告系统正在重新校重。 此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时间,所以遇到这种情况,首先不要拆机,不要进行维修。 可能就是系统的问题,用一段时间就恢复正常。